大家好,今天临时加更一期禁锡话扑盘,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更新完这期节目之后,再接着做安赛龙的年度回顾 请求点赞朱莉阿童的爆肝进度 那么言归正传,就在不久前陶子一路闯关 最终成功击败西本拳泰,勇夺2022全日锦标赛的桂冠 阿童不禁想起,2017年赌博竞赛付出一时的陶田 正式在全日锦标赛决赛中,以击败上田托马多的冠军 来作为自己摔尾为号卷土重来的信号 如今五年多过去再次登顶,是否说明陶子即将重现当年的巅峰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着眼于几个陶田得分的多拍 来展望一下陶田的2023状态几何 手局1比3,陶田杀家挑 西本连续斜线,陶倒地跟随,行程拉掉 西本强抛大节线,陶田以牙还牙 西本过度,陶勾加杀 正手趋相持,陶田轻杀边线加快推底脚 西本被动抛高,陶追打重复转身得手 这个多拍,陶田有过两次压制对手的操作 第一次是西本强抛大节线摆脱,却被陶田重复压了回来 这个路线出乎了西本的预料 导致西本只好急停急反,交出了一拍慢的过渡 陶田顺势发起控网强攻 第二次,正手趋相持,大家的机会都差不多 区别是陶田对机会球的抓取更加积极主动 通过右加左加左的落点组合逼迫西本倒地 加急转加急停急转 落点组合连环技,熟悉的陶子回来了 手局7比6,逃控底脚加打转身 随即形成斗网,陶子保持进攻走势 最终,挡网加重发力拼落点得手 这一回合,陶子给我的感受和上一回合如出一辙 那就是对进攻机会的抓取欲望非常的强烈 第一波进攻,控制底脚加追打转身 第二波进攻,控网加双并步起跳突击 第三波进攻,挡网加大马来步起跳突击 积极的进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以我为主 陶田全程主导节奏,西本全程被动跟随 关于以我为主的好处我们后面再展开 这里先继续看手局的8比6 这一回合,陶田采用了反复控制底线的战术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反复控底线也是林丹很擅长的战术 执行关键有二 一是推挑技术要好 既要质量到位,还要结合贴球发力技术 制造隐蔽性,迷惑性 二是防守要好 因为对手随时会下压示威 所以要时刻准备接快杀快掉 而第二点正是陶田2022年下半年做得不好的地方 很多落败都是败在防守拉胯上 而这里陶田的防守显然恢复了应有的水平 控底线战术也就有了可行的空间 西本到最后都没能从陶田的控底线中脱身 手局9比6 陶田一杀就推过顶 二杀就回放 三杀就高挑 四杀就够 五杀就推过顶 六杀就弹底线 七杀得手 这一分陶田是高举进攻大旗且九攻不下的一方 假如陶田的对手是林丹的话 那最后累死的可能是陶田 那为什么这里最后累死的是西本呢 有一个关键词也许能解答这个疑问 那就是顺跑的占比 前面提到 积极的进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以我为主 体现在实战中 就是能够通过进攻来换取顺畅的跑动 至于看陶田杀球之后的跑动方向 几乎全是朝着自己杀球的方向冲的 这种意料之内的跑动 就是顺跑了 而西本这边 拉掉环节的消耗是和陶田差不多的 造成差别的环节正式攻防环节 无论是接杀还是接连贯 西本的跑动全是被动的跟随跑 这种跑动比顺跑的消耗是更多的 自然也就先一步累垮了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巅峰陶田具备力王属性 18年甚至魔鹰了龙哥 而现在哪怕不是巅峰 只要状态正常 魔鹰西本也是合乎情理的 次局1比0 陶田沙家勾 二沙家放 西本沙家扑 正手区相持 西本强攻开路 陶田批杀斜线空当得手 陶田这里再次用到了正手区局部相持的战术 正手区的相持对比头顶区有没有区别呢 其实是有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正手的球路 能够限制对手的强攻威力 因为在正手区击球的转体幅度小于头顶区 杀球时能够借到的腰腹力量要弱于头顶区 所以强行爆破的成功率自然也低于头顶区 连贯不上的风险也更大 同时 因为披杀动作比滑板杀动作更加符合人体的结构 所以球手在正手区抓斜线空当的能力要强于头顶区 所以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本丢分了 陶子吃了正手区相持的红利 西本承受了正手区相持的不利 非常可怜 四局2比3 陶田轻杀边线加顺跑连贯 形成控网强攻得手 这是陶田的连环技 后场机会不好的时候 采用周天成的下压控网行球路 并成功发展出威胁更大的控网强攻行球路 转折的关键是这派落点加质量的轻杀 压住了对手的摆脱 为自己争取到了顺跑连贯 在一八拿度片中 我们曾经提到一个支持点 那就是顺跑拿点能够提升控球属性 这是陶田能够回挫出高质量贴往旋球的关键 这个抛掉球的轨迹类似往前钓鱼 球速偏慢且贴往下坠 目的是给陶田为一个飘飘进网球 引诱其回挫 一旦回挫 就落入了拿度的预判 所以这里拿度用顺跑的主动 抵消了低点的被动 嗅出低点加质量 无辜陶田再次被套路 最后的杀球是全发力的长杀 西本来不及立派挡网 次局九平 这一分和前面提到的情况类似 双方拿到的后场球权都差不多 但陶田对进攻机会的抓取更加积极 以更多的进攻换取了更多的顺跑 同时结合左右落点逼迫西本来回折返 最终泪垮 进攻屡屡得手 给了陶田的内心巨大的正反馈 接下来这个阶段 陶田摔背为号 西本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终落败 这些回合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陶田 其球风和1819年的拉掉魔血 截然不同 对进攻机会的积极抓取 贯穿了整场比赛 无论是后撤突击 还是上网连贯 都能看出陶田的腰背伤病 已经好了很多 赢了这几场日本国内的比赛之后 陶田2022的胜率 也从45上升到了54 这是陶田的一小步 但也是他迈向2023的一大步 第二个游戏 是终练的粘着 背后 背后 撞到一张 莫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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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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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总结 以我为主 以快当先 进攻为锦 连贯天花 非常典型的王道派球风 和国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陶田这场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是有效轻杀 出球脊坠加紧贴边线 既能有效保住主动 还能发展出顺跑的连贯 作为对比我们看一个无效轻杀的案例 出球飘加不贴边线 直接喂到了对手球派的田区上 对手一旦回挡对角进网 就会导致连贯不及 熟悉陶田的球友应该记得 以前的陶田有很多这类无效轻杀 经常被金庭安赛龙和拿赌反抓 而这场比赛的几次有效轻杀 是否说明陶子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并开始尝试自我优化呢 从15年的控网强攻 到18年的拉掉魔血 再到23年的快攻连环季 陶子又何尝不是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陶子的2023将会何去何从 接下来这一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收看本期经济化布盘 假如您看到这里还没点赞 请求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阿童的创作 节目的最后我们不妨讨论一个话题 为什么西本防下了七波进攻之后累死了自己 而林丹防下七波进攻往往能够累死对手呢 欢迎把你的观点发表在评论区 让我们一起营造言论自由的语求氛围 喜欢这类节目可以点个订阅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